小水放入浴缸 我将冻浴缸 定时清洗 让油没有黏着浸浴 超声波浸浴 轻浴 让它能够好一些 現在滴水喉水到這個紅色點 疫情很多人都很害怕 其實要提升我們的自主健康意識 就是家裡一定要做好防雨的步驟 我經常叫大家一定要在家裡持續去學習 因為Diffuser 學生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幫助家居的清潔消毒細菌 讓我們安心一點 讓環境更安全一點 所以家裡有幾個Diffuser 我都會全部拿出來 我這一層就有三個Diffuser 有四個Diffuser 我把這三四個Diffuser清潔好之後 放滿水之後就會放蒸油 這樣就開始家裡居家的安全措施 怎樣清洗呢 其實你可以買一把這些措施 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最主要的功效 就是打散蒸油的分子 去冒快空氣 所以我們用的時候 不要直接蒸油滴在那裡 一定要放了水才滴下去 這樣才不會破壞這個chips 都裝滿了 所以我就會用蝴蝶的indication做了 當然我們會用這個保衛 保衛褲方 1 2 3 4 5 5 6 6 6刀8滴 我可以加那個野骨 就會將它的味道 可以好聞一點 因為這個保衛褲方 裡面有丁香肉桂 有些人可能對於這個味道 一般地接受 不過我發覺很有趣的 如果平時沒有事沒有幹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挑三挑四 就是說 這個味道我又不喜歡 我又不用 而且蒸油真的 有些味道是有人喜歡 就是會比較prefer 因為prefer這個味道 有些人會比較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當有這些疫情的時候 他就不會理會什麼味道 最重要的 有功效他們就會用 我仍然是用野骨 或者用檸檬 就是Why Orange 或者是 Lemon 將味道調得更好 我會再多加幾滴油加蜜 這次主要是要保護我們腐合度 因為很多都是由我們的腐合度 所以今天 這一次呢 我會用這個保衛 加這個油加蜜 加這個Why Orange 放入 通常你會放多少滴的呢? 其實我會放六至八滴 現在我就放了蠟燭 會放出一塊餅乾 但我會放在這個面前 後來我會放入蠟燭 是蠟燭 一般會放在瓶燭 有一個蠟燭 有一個蠟燭 正常用蠟燭 用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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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滴好之後,大家會擔心,或是不用洗碗水,不妨可以考慮用Cloud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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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台 Diffusion Diffusion 我都会用